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是我们的一位接收人 她人称扁单姐 掌声欢迎麦琼芳 你好 掌声欢迎我们的扁单姐 你好 看这架势这个不轻啊这个分量 而且你穿着这衣服有点像唐朝来的 穿成这样单个扁单弄两个编织袋 挑一下 很重吗 不重 好家伙 怎么那么重呢 不重 在我平时想象都是百把斤 这才应该几十斤 我到底行不行啊 妈呢 好情 绝对重啊 走几步块 真又那么重吗 妈妈 你来试试 管同你要是能把它弄起来 我把我半年的工资全给你 你不是在表演吧 我骗你 我是管同 来 赶紧试试来 你要扛起来半年的工资 外带半斤猪头肉 有没有观众想要体验一下 我们没有在做表演 雷大姐 雷大姐 您腰行不行啊 真的很重 还是这大叔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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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的啊 您体验一下 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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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非得挑呢 因为我要挑着生活用的还有吃的 进去大山里面给我的孩子们呢 山路 只有靠挑担子 我没听懂 你要挑着担子 挑着吃的到山里边给你的孩子 对啊 给我的儿女们 还有我的父母们呢 儿女们 你儿子有多少儿子你需要这么挑的 我有87个孩子 还有30多个父母 已经养老送中了27个父母 所有他们吃的粮食都是用扁担送进去的吗 过去都是这样子 就是现在稍微生活好一点了 村村通公路了 然后呢 就是通到村部 可是还没通到臀部 好有分量的这个扁担 来 那咱们把它就放在旁边 咱们听听你是 听听扁担姐的故事 什么原 哎呀 慢点啊 王道 这绝对不止80斤 大哥你一看就没挑过担子 80斤重 这个咱们从哪儿讲起呢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挑担子讲起吧 您刚才说18 9岁 对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按照正常我应该明年3月21号 我就满60了 哎呀 小60岁 那你为什么会收养这么多这么多的孩子 和爸爸妈妈呢 因为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心 小姑娘都是很好玩的 过去呢 刚刚参加工作 79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就是跟着我们医院的同事 就去到回到他们摇寨里面 那就喜欢玩嘛 那就哎我也去 就跟着去了 去了以后到那里就看到那里 就真的比我们在城市的都要贫困的很多 就孩子嘛 都没有鞋子穿 就打吃脚 或者呢就穿个凉鞋 都是这样子 然后衣服很少 就看到有一个孩子 就考上了桂林 广西桂林的职业中学 然后呢他就陆其通知书到了 没有钱上学 没有钱路费 那时候上学 那个年代上学呢 都由我考到了一个大学 或者中专都是敲锣打鼓的 然后呢婆孙良就哭了 那时候年轻嘛也不懂事嘛 哦路费不要紧我给 你说的 哦对 就等于是一冲动来了这么一句 对对 也不问问路费有多少钱 不问 也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领的工资才是37块 对 然后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路费是多少 我非常欣赏你的这个表述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当时你有多高尚 就是顺嘴 他说没有路费 这个小善念一发发生作用 我给 因为我有工资嘛 我就说我给 然后给了吗 给了 然后呢回来我就问我们的院长 我本身是在医院工作的 我说院长 从这里到桂林 有多远 他说要坐班车两天 一天到广西南宁首府 第二天才能到桂林 我说两天 我说那 多少钱呢 他说 不贵 27块 他说 哦27块 我说那我不够钱呀 然后我说 能不能给我一点 他说干嘛啦 我说 我有用 我有用 然后呢就有一个故事就应该要检讨的了 我就去问我们院长的爱人 问我们护长 我说护长 呃 院长借了我17块钱 你要给我 你炸他 然后他说他怎么借你 我发工资的时候他就问我借了 我不知道他用干嘛 我说 然后我们院长说叫我 过来问你要 你要给我 当时我们护长说 那我才有14块 我说14就14吧 你先给我吧 天哪 就是 这就是 逞能逞出毛病来了 对 最后 凑不上这钱了 然后我去问我哥哥 我母亲 然后呢 当时就筹到了50块钱 50块钱可是一打那么厚啊 啊 是 因为当时都是都是一分两分五分 一毛两毛五毛 现在大家觉得50块钱 这有多难 那个时候要能把这个凑齐的话 对 那时候才挣多少钱 一个月工 对 你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是 然后你就交给这个孩子了吗 找到他 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同事 要回到他们的村庄 然后就去 给那个老奶奶 当老奶奶看到 一打那么厚的剧款的时候 真的婆生良就抱着哭了 我也哭了 他说 哇 一打那么厚的钱 没见过 因为当时最大的票面 是10块钱 最大的票面 最小的估计还有几分钱吧 最小的是一分 一分两分五分 一毛两毛五毛 一块两块五块 就这么凑够50块的 扁蛋解是吧 之前不是扁蛋 之前下去的是拎着两个小袋 就是24斤大米 然后有6斤呢 就是面条 面粉之类搭上的 那等于把你自己的粮食 就都送到山里边去了 没有啊 我身边还有好朋友啊 还有好朋友 就是跟我一起年轻的一般 大家一起凑 对 就说 你明天你回你家 看有面条吗 然后不要拿完一把 就拿一半 或者一小半 你有没有计算过 从你开始帮助这一个上学的孩子 到现在为止 你一共帮过的人数 有多少 就在那个地方 孩子嘛 有87个 他们后来最好的成绩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在这87个孩子当中 其中就有20个是清华北大 哦 了不起了 我的天哪 所以今天 刚刚介绍的时候 我们说 扁丹姐 今天是接收人 因为受扁丹姐资助 帮助的孩子们的代表 他们是委托人 有两个孩子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现在我们就把 两位委托人请到舞台上 你们好 来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大家好 我姓邓叫邓伟莎 然后我是来自广西巴马的 你现在是在上学吗 哦 对 在南宁 李专独大二 大二 好 李专独大二 您呢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何开花 我今年的话 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现在的话 是一名青年的医生 你们是什么时候 认识这个 扁丹妈妈的 对 我自己的话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 在参加一次 公益活动的时候 后面的话 他了解到 我家庭的情况 就把我接回家里面来住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 你家里什么情况 需要妈妈把你 接到她家里来住呢 在我高三的时候 我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那我母亲的话 也是在乡下种田的 没有劳动力了 对 年纪也比较大 然后没有 没有钱 跟我上大学 那我是办 助学贷款来上大学的 然后平时的生活费 都比较少 所以老妈了解到这个情况 就把我接回家里 你叫她老妈是吧 对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叫她老妈了呢 刚开始还会有点不习惯 就是 但是回到家之后 接回家之后 看到好多兄弟姐妹都在家 然后大家都是 就叫她叫做老妈妈 刚开始 我刚开始叫还会有点别扭 但是后面 慢慢的就会越来越习惯 习惯了 你是说这老妈家里 不光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还有好多兄弟姐妹 对 你去的时候家里有多少人呢 我这个阶段 我回来的时候 兄弟姐妹大概有七八个这样子 七八个 都住在您家 是的 我们家都是上下扑 住在老妈家就是 白吃白住 这种情况吗 也没有 平时的话 我们也会帮妈妈 帮老妈做一些手工 还有平时会去下乡 干一些农活 反正是不用交钱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妈 这么多年 你养了这么多 你帮助过的孩子 你正常的收入 就是靠种田吗 还是有些什么 其他的生意可做的 靠着我家人 我的母亲 还有我的哥哥姐姐 家人都一直在做 就说打算吧 今年有考到清华或者北大的 或者同时考上大学的 就会说 好像现在说 姐姐我把个儿子交给你了 你看怎么办吧 因为我这边实在开不了锅了 他说行 那你给个儿子给我吧 或者给个女儿给我吧 然后他就会召集他身边的朋友 然后就也是筹集伙食费 一个三五十块的 把这个伙食费给筹集了 学费筹集了 然后 你们会共同协商着 把这些孩子的学费 这个吃喝拉撒问题 都解决了 对 王导你看 这是编导还给了我 这样一个小物件 对 这个是扁担节 现在你们在制作的 一个手工 是吗 对 也是我们摆设 摆设室 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一个行囊 好漂亮 现在正在申请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孩子们都会做 这里边包的是那个香料 因为到我这代是五代中医 所以里面都放有中草药 哎呀 好好闻哪 特别香 就孩子们和你一块 制作这个手工 对 都是纯手工的 然后销售 这里边的中医 一定是有很奇特的疗效吧 这个的话 有安神助免的作用 还有我们满满的爱在里面 那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 对 我们要想买的话 现在我们还没有网站 准备进网站 有耳环 我做耳环也都是 哦 哇 配套的 对对对 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动作吗 不是 这个是一个龙 哦 这里边也包了 这对耳环已经做了八年了 哦 可是那个香味还在 还在 嗯 八年以后还有味道 对 还有 说实在的 一定会有人喜欢 这种东西 反正我很喜欢 香香的味道 里边放的是中药 还有安神的作用 并且还这么漂亮 真的感谢你 谢谢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 谢谢 谢谢 来我们问问这个 小邓是吧 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个老妈的 哦 我以前小学的时候 老妈就经常下我们那个乡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你家的那个路很难走吗 在大山深处吗 我们那是乡下 哦 离县城的话 如果开车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嗯 本来因为我爸是两 在我两岁的时候去世了 按道理就是说 你小学读完了 你就看情况吧 要不就在家里面 种田种地啊 反正基本上 也不会送你上初中那样的 后来老妈就接我说 呃 家里有大哥哥 他读大学了 然后有空位了 然后说 呃 把我接去白色那边读初中 然后我就去了白色 就是如果不认识老妈的话 你有可能上到小学就辍学了 也许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啊 真是 我同龄呢 已经有 已经有的人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哎呀 成妈妈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 能够走出大山 开阔眼界 开阔眼界 你像刚才你走上来的时候 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从大山里边来的 她现在穿的多洋气 比管通姐姐穿的还洋气 老妈咱们问个你不一定愿意回答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个带她很好 最后她出息以后就特别没有人情味 就是不懂得爱你 有这样的孩子没有 有的有的 如果我说没有那是假的 因为手指十个手指都有长短嘛 呃 可是呢几乎八十多个孩子都回来 她是什么呢 就是说毕业出去了 就感觉就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孩子 一个姑娘 她就在那边工作了 以后呢就感觉自己是个孤儿 然后就 就不愿意跟人家分享她的经历 然后就到结婚了 到生娃了 娃都有十二岁了 她也不说她的经历给她丈夫 呃 她丈夫问她 她就说我是百色大山的一个娃 我家里面还有人吗 没了 我是个孤儿 就只这么说 其他的都没说 然后呢 当她的孩子 不听话了 这回想到妈了 她就团奸有一天 就因为可能是憋了很久了 就迸发出来 就拿一句中国话来骂她说 以前我在家 我妈都不这样子 你再这样子 我就拿回去给我妈交了 她丈夫就听听 因为她丈夫也是华人嘛 就说也懂 听中文来听 哦 你还有个妈 你还有个妈 就眼睛愣了 然后就在那眼睛大大的愣了 最起码有几分钟吧 就 你还有妈 后面她就哭了 在那一面哭 她说我有妈 我有个伟大的妈 破年我已经二十六年没回去了 后面她就把她自己的故事 怎么长大了 怎么从大山里面出来的 然后就告诉她爱人了 后面她爱人呢就说既然这样子 那么咱们就回去吧 然后她就打了个电话回来给我 因为之前呢 她是通过别的各个姐姐 要了我的电话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就是什么呢 是单位的 那个医院的那个办公室的电话 然后她们就告诉我 有个国外长途 她说你来听 她说麦姐有个国外长途 你过来听吧 我说哪个国外长途 打给我呀 我说 后面就听了 她说妈我是蓝蓝 我说你哪个蓝蓝 我现在想不起了 这孩子 后面她说 就是之前在隆林的那个孤儿 你 抱我回来的 她说我才在十八个月 你就抱我过来的 来到你们家的 你不记得了 她说我是睡在 哪个哪个床铺的 跟哪一拨哪一拨的 一起长大的孩子 我说 我想起来了 我说怎么了 我说你已经二十多年 没来电话了 我说怎么了 现在怎么了 她说我的孩子家不听了 我要回去了 我说那你现在 不是在那边好好的吗 我说你要回哪里 她说我回家 我要去看你 她说 我爱人跟孩子都要回去 她说明天我们就买飞机票 就启程了 我说行吧 我说那你们回来吧 因为她还有家里面的钥匙 我们家孩子毕业的 包括好像开花 出去的孩子 现在我们家的钥匙不多 有二十来 差不多三十吧 钥匙 都是孩子们毕业了拿走的 她说妈 我要拿钥匙走 那天我回来了 自己开门 扁单妈妈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 你从心里洋溢散发 这个那种幸福感 你看她儿子 一直给她擦泪 你看这闺女 跨着老妈 对呀 你说 你这我就 你说到现在 一个也没有 来我要给你擦擦 现在你还在收这些孩子吗 还在不断地在收 现在我们家 到现在为止 还有十六个娃在上学 四十此刻 对 你是87个孩子的妈 对 多少个妈的孩子 应该是三十多个妈爸的孩子 三十多个妈爸的孩子 你有三十多个爸妈 你有87个孩子 你说你怕谁呀 真是 你谁都不怕 什么妖魔鬼怪 在你这儿 都不是东西 放马过来 老妈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 都知道说 你这一路真的是很不容易 现在的话 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那我们就希望说 把这个担子放到我们手上 我们会继续挑下去 老妈 过去的担子是你在挑 今后 你就交给我们来挑吧 来 他这么瘦 行不行啊 哥们 我劝你一句 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 我们家的孩子 都一样挑下香的 都下香的 对 哎呀 行啊 行啊 小伙 不是 你就假装起不来不就完了 你说你 我刚才 我刚才晃晃悠悠的 你咔就弄起来走 那就北京的观众 该怎么看我呢 这样 我知道这个唱歌 不是我们这个 姑娘小伙的强项 我们节目组给你请一位 专业的歌手 唱一首歌曲就叫母亲 送给我们这么 善良 慈祥 可爱的 扁丹姐 扁丹妈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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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雪的新书吧 有人给你拿 你雨中的花折伞 有人给你打 你爱吃的那三仙香 有人怕给你帮 你委屈的泪花 有人给你打 啊 这个人就是娘 啊 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陪我一个家 他不管你走多远 不论你在干啥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 殿地吗 啊 这个人就是娘 啊 这个人就是娘 啊 这个人就是妈 不论你管多大 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 咱的忙